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户说Yes 那么今天的行情呢 大凡修正 它在反映什么 大家都会说 你看那个金融族群 金融股在重挫有没有 我们先看今天的行情的一个各个族群的一个表现 那你会发现说 今天的一个族群里面呢 金融族群跌了1.9% 就是单日今天 那如果你看这一波指数的一个修正 指数这一波的修正 为什么修正 你去看电子类股 其实还好嘛 因为电子类股连这个低点都没有破嘛 对不对 那你看2.8的金融类股 所以你知道在跌什么了吗 所以这一波指数为什么会下来 不是电子 不是科技股害的 是金融族群 有没有 那所以又回推到大家说 那是因为矽谷银行啊 对 矽谷银行的事件是第一个导火线嘛 但第二个呢 昨天发生了 昨天晚上你看到新闻 你再想一想 昨天在这个时间 我跟你预告什么 对不对 我说你看到矽谷银行的事情 它会造成 它已经被市场解读成 可能会造成Fed 它重新去检视 重新去思考说 我的升息 是不是要暂缓 是不是要 减缓或者是停止 变成一个利多解读 可是我提醒你一件事有没有 我说你看到这里为止 可是你要提醒你自己 还有一个可能的卫报蛋 对不对 我说它是一家大型的投行 我都先讲了 我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你心里 就说你一个团队啊 你一个超盘团队 你真的很专业吗 真正的专业 不是说事情发生了 我们去解释它 为什么这样发生 那不叫专业 那个叫事后的说明 讲解而已 你真的一个研究团队 我们在带客户操作的 这种我们实际在交易的啊 你不能够永远等事情发生 我们再来讲说 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发生这件事情 因为那样子 所以发生那件事情 那你永远是事后的嘛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能够事前看到什么利多或利空 那我们事前先做一些 某些准备动作嘛 那这样才能够趋避风险嘛 迎来大幅获利嘛 对不对 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昨天看我节目 我就说 我说我没有办法 直接跟你公开是哪一家投行 那因为 会真的公开媒体 我们不能够讲啦 因为人家新闻 人家真的没有正式的引爆问题出来 我们不能这样讲 那结果我昨天才提醒各位 晚上新闻就出来了 瑞士信贷 是不是大型投行 很多事情啊 就是你们在操作过程中 你有没有一直一直在放在你的心底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风险 可能是个未爆弹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你随时做好准备了 准备迎接 这件事情可能要爆发 在去年其实针对瑞士信贷的一个未来前景 一律 已经有一些风声出来了 去年就有风声出来了 那只是最近期我们知道 怎么财报还没有丢出来 该交财报的时候 瑞士信贷没有交出来 所以我昨天提醒你 你要留意这件事情 有一家投行要小心 今天头版头条怎么样 全部都在讲这个啦 今天所有头条新闻就是瑞士信贷 瑞幸危机在起 各位 这就是叫新闻了 你懂了吗 为什么人家说不要看报纸做股票 不要看报纸做股票 为什么 因为你终于知道 什么事情都有人早知道 你昨天看我节目的 你就早知道 到昨天晚上 你看到大家在讲瑞士信贷的时候 你恍然大悟 今天好像有人提醒你这件事 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贺诚为赢家 为什么能够在股市 我们在市场 稳稳荡荡的 长长久久的 因为我就讲过了 你不要做 你不要做那个落后的 看报纸的就是落后了啦 所以瑞幸危机 其实我昨天就先提醒你 就是有这么 有这件事情要发生了嘛 那真的发生了嘛 那请问你 那真的发生了 怎么解读 我跟你讲 真的发生了 才真的是好事 为什么 我昨天就已经提醒你 你要想哦 我昨天就提醒你 有一个可能的投行的 未爆弹哦 那不会只有我知道吧 一些大型专业机构 也会知道 那如果大家心里 都放着这一件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阴影在那边的话 你觉得大家敢大举 做动作吗 不会敢的 那当你真的问题 引爆了 大家心中那块石头 就放下来了 所以它是个利多啊 可是那你会说 可是今天为什么指数 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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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那是因为市场 一堆人不知道啊 一发生了 他们就就就 开始卖股票 管他三七二先卖再说啊 所以短时间内 你让后知后觉的人 股票卖一卖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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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影响了几天之后呢 你会发现 我们看得懂 我们事先知道 掌握住的人呢 已经提前 在你们卖股票过程中 我们已经偷偷 在做一些动作了 所以下一阶段 你说行情一直稳 什么一直稳 不管 我们先做动作 偷偷在做动作的 我们又是大赢家 而且是我们 而且我们现在做的动作 是接下来的 强势要上去 走波段的主流 所以我们永远是领先 领先各位一步到两步了 领先一步到两步 你说你说在市场 你赢不了 你赚不了钱 不可能 所以不要每次都等到 新闻出来了 报纸看到了 你才想说 那我才去思考这个问题 各位 在你思考这个问题 两步前 人家都已经看到了 我们都做准备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准备 找标的 要积极布局 新主流了 你知道这些意思吗 所以我昨天还提醒你 有些标的已经拉高的 不要碰了 你现在资金 不应该放在这种股票上面吗 有没有 我随便讲 我就问各位嘛 现在是不是很多人 跟你讲这些标的 我就问你 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很多人 跟你讲这种标的 这是623我的华福 你要在这里买吗 我说你底部的时候不买 你要在这里去买股票 它再好 这也不会是我们 所认定的好买点吧 各位你要去想这件事情 它再好 你也要早买点嘛 你这里没有买 你不要跟我说 你这里想买 那很奇怪啊 所以 所以像这种标的 我就讲了嘛 你 它很好 对 它很棒 你可不可以等它回来再说 那如果回来 买转折 再赚钱 是不是就100分 那你偏偏在这里急着买 我就不懂了 大量在这边 对不对 你看这边 量怎么很大 密集成交 大量区 你非要在这里跟人家抢 跟人家跟人家争 你觉得你争得出最后的结果吗 结果是什么 它只要一修正 你就套牢了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去买当时华福 这种未接的股票 这种未接的 那不是准备 那就是接下来主流啊 所以它很好 没有错 它的基本面很棒 可是它 前一波 它表态完之后 它或许要先休息 它的休息 不代表基本面结束 你应该把握这个休息 下一阶段再去布局它 那你现在这个阶段 现在目前应该买的是 当初这种未接的 有没有 当初在这里 是不是类似一个 收链 一个主体 主体的完成之后的买点的位置 你现在要把资金买这一种 赚一波 不是再去把钱放在这里给它套 然后呢 现在很多人跟你讲华福之外呢 又有很多人跟你讲什么 讲245期的飞红 你自己在看 是不是一样 你哪里 你这里不满 这个位置是一个收链的结束 主体之后起来 这里你不满 量大了 人人都在追在讲 每一个分析师都跟你讲 飞红很棒的时候 在这种位置的时候 你要去买吗 不对吧 所以呢 最近就有一个案例啦 有没有 你看我就举个例子给你看 长龙航太 新挂牌 新挂牌很棒喔 对不对 很棒 所以呢 好多人去抢喔 去买 去追 我们带劲喔 最近呢 来我们带这边 你抢完之后 你自己看 你现在怎么办 抢完之后 从这里 已经跌到这边来了 从这里 已经跌到这边了 现在多少 20块 你抢完100块上下之后 现在剩下80块 你已经赔20了 所以当初你在抢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我等他怎么样 拉回我等转折买就好了啊 对不对 那所以啦 你当初买100几 100块的长龙航太的人 你现在回到80几块 你说那我现在 当初如果没买 我现在就可以买啦 对啊 问题是你当初 就在急着买嘛 那这个观念 是不是就像 我跟你讲的 你现在干嘛 去买飞红 现在叫你去买飞红的人 真的很不负责任啊 你现在干嘛 去买华服 你懂吗 叫你去买华服的 真的很不负责任嘛 要嘛就是不负责任 要嘛就是 你根本看不懂嘛 所以才会叫一堆人 在这种位阶 去买华服 我就不懂 我不懂这里为什么 可以买华服 你再问 这个叫买点吧 收敛主体结束 这个买点嘛 对不对 那你用这种方式 做股票 你说你会输钱吗 不会 所以我说了嘛 主流在哪里 深层式AI 深层式AI 你去买主流中的 主体的 要上来的 你一定赚钱 为什么深层式AI 就是主流 主流的好处是什么 主流的好处就是 他会屡创新高 你不用怕他休息 他会再创高 休息再创高 因为他是主流 整个市场 全球性的趋势 趋势成长性 未来就看他 看他的这个产业 AI 所以他会屡创新高 台阶界也跟你讲了嘛 不是我也只想讲而已 台阶界跟你讲什么 他说 他看 ChatGPT 深层式人工智慧 的应用将会带动 高效能运算 结构性的需求成长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 跟先进封装领先同业之下 将会明显受惠 他告诉你 他的先进制程 先进封装会受惠什么 因为人工智慧 因为深层式人工智慧 就是大家所讲的 ChatGPT 这一类东西 那ChatGPT 这一类东西呢 你再看到 现在呢 又有最升级了 从ChatGPT呢 再升级 现在已经变成什么 GPT4 来咯 GPT4 简单就是说 是ChatGPT的升级版 来了 来了 GPT4的智商 狠狠地把ChatGPT 抛在后面 它的特色是什么 来 它可以处理 2.5万字的长篇内容 是ChatGPT的八倍 然后它具备图像辨识能力 不只看懂梗图 一些梗图 它都看得懂 然后呢 瞄一眼就能够 生成网站的一个程式码 特色3 推理能力更上一层楼 生物奥林匹亚 分数赢过99%考生 我们讲啊 你用GPT4 去跟一群考生 去考那个律师考试 去考律师考试 它的成绩一出来 远远你赢过 90%的考生的成绩 我们如果是考律师 我们去考 100个人去考 90个人输给GPT4 它的智慧啊 已经越 我讲的智商 有没有 智慧 已经让大家看 已经开始担心一个问题了 你知道吗 已经开始担心 所以 那这样这样下去 这样这样走下去 AI这样走下去 会不会造成越来越多的 某些特别的产业 不需要劳工了 不需要人 那个产业 可能会变成失业潮了 开始担心工作不保了 你就知道 它的进程走得多快 多快 那可是问题是 我说我们不管这个 我们只管什么 台积电跟你说需求 他跟你说 我不只 我不只确的GPT 我现在又在升级版 我继续加强 代表什么 未来会应用在游戏等等 各个各种层面 都会走入AI 那所以呢 谁受惠 我昨天就说 我们先挑几档股票 第一个 来 智欣 智欣跟你讲什么 智欣 昨天召开法说会 他说什么 聊天机器人爆红 人工智慧跟高速运算 市场备受瞩目 有没有 他就说了 我们看最后结局就好了 智欣已经投入了 所以人工智慧应用 若爆发 市新一定会是主要的赢家之一 所以你要切入主流中的什么 机会 你就有赚钱机会 所以今天大盘可以跌200点 可是市新呢 创波段新高 所以你跟我说 所以我们从市新高价股 再创新高 代表第一个 主流不死 对不对 那主流不死 你觉得科技股会结束吗 那既然科技股没有结束 所以你就看到这一波指数者杀 是谁杀的 是杀金融 科技股是很抗跌的 那问题是高价股 今天市新又创高 那代表什么 实户没有走 走的是谁 是一些 就像我刚才讲的 看到瑞幸危机出来 才赶快抛股票的这些 后知后觉的人 那真的大咖呢 根本没有 不在乎这个 因为跟他无关 没有影响 因为他们在主流趋势上面 所以整个行情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就让整个 整个 金融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风暴 让他慢慢慢慢平息之后 行情又上去了 而且是主要是走什么 走主流 你要从主流去找机会 你的赚钱机会就会出来 所以你看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的市新 今天在 昨天最高来到1070 这是昨天 有没有 是不是主体上来 有没有 今天再创新高 你看 什么位阶 这是市新 今天创波段新高 可是 这是什么位阶 你自己看 他是不是一个 这边我画一个颈线 是不是一个底部 做起来之后 整理颈线这边 整理完之后突破 刚上来而已 这叫什么 这叫做颈线在这边 颈线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在颈线 这边贴了一阵子 试图要看看 是不是站稳颈线 那我大底完成之后 站稳颈线 我就开始攻了 同样道理 再回到我刚才讲的 你看 我说一些不负责任的分析 是叫你做什么 再给你推荐什么 华福 有没有 你现在买是主底之后 要上的 结果你们不是 你一直跟人家推荐 华福在这种位置的股票 你一直推荐 飞红 在这种位置的股票 你觉得对吗 所以你看我的股票 跟人家不一样 做股票是这样子 你搭上主流趋势 而且你又是主流中 怎么样 刚打底完成 站稳颈线 正要攻的 所以我今天股票 再创波段新高 那你说低价呢 低价我也有送你啊 有没有 华电网是不是 AI 潜力股 华电网 你说你不要羡慕 人家涨停啦 你不要羡慕 人家涨停啦 你看一下 是不是主底之后 刚上来的 我送都送你这种股票 带会员也是买这种股票 所以我们会是赢家 主流中 从主流产业里面找机会 你会发现 高价到低价 我全部都找给你 正要上来的全新的标的 所以你绝对获利 那再来 另外呢 除了AI主流之外 我们在找什么 题材 某家企业 由亏转赢 今年持续高成长 路障持续上去的 业绩持续上去的什么 1316的 上要 第一根涨停 第二根涨停 两根涨停的 是不是涨很多了 你看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足底一段时间 做收敛 刚上来的股票 有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做的标的 跟你们都不一样 跟市场那些分析师 所推荐的 教会员买的 都不一样 你们都在买那个 已经热的 上去之后热起来的 不是这样做股票的啦 这样做就赚不到钱 这样做的股票 你看今天大盘跌200点 就阻杀这些标的 就是杀这种标的 那我们现在在偷偷买新的 要上的 结果你们的股票套在那边 给他杀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种逻辑都 那种操作的 操盘的一个实力 就看出来了嘛 对不对 那再来呢 来看这边 有一档新的标的 有一档新的标的 等一下进广告 回来我们再讲啦 那我直接跟你讲 哪一档标的 我觉得这种标的 就是有机会嘛 要赚7块钱的股票 股票才80块 今天EPS上看7块 股票才80块 你不买这种标的 你买哪一种 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再讲 但是呢 我先提醒你哦 我先提醒你哦 今天 今天下午傍晚之前 我会贴一则 我们官方的一个 赖群里面 会贴一则最新的一个文章 那里面呢 我会带一档股票 给各位认识 这档标的怎么样 一样 你刚才的世新 有没有看到 大抵完成之后 站稳景线 要攻了 全新的 对不对 我会在今天的赖群上面呢 最新文章 下午的最新文章里面 会贴一 里面会带出一档股票 这档标的 它会受惠于整个CPU的一个 一个速度的一个 速度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前进 快速的一个增长之后 那势必要做一些 可能在一个 某些的一个 零件 零主件上面 我不能讲名了 零主件上面 它必须升级 它会受惠 那这家公司 第一季 是营运谷底 第二季开始 逐季上升 那所以代表什么 我开始要逐季上升了 我搭上伺服器 这个热槽 CPU高速运算的热槽 然后我要开始 开始逐季上升了 那你看股价 居然刚刚好 刚刚就跟世线一样 刚刚好 我打底完之后 我在颈线这个地方 我足足足 我站稳站稳站稳之后 我要攻了 这个标题很特别 要好好把握 所以如果你还没加赖的 这个时候先加赖再说 你先加赖 ID Ad Y2Y16 加入之后 丢一个讯息过来 你如果有同时 你说你手上什么股票 要套牢的 最近操作 遇到问题的 一些持股的问题 你通通私讯丢给我 我看到 我会帮你看 我看到你的持股问题之后 我会给你一个建议 甚至把潜力股 我通通丢给你 看看你要不要 有没有兴趣去操作 有兴趣的 你赶快加赖 然后留意一下 今天的下午的最新文章 有一档标的 我觉得蛮重要的 先提醒各位 去注意一下 对的标的 不要再去追 那些已经乐过的标的 风险很高 进广告 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节目现场 所以我说 像这种华福 不要追 就算你不回 你直接上 我跟你讲 我都不想买 因为股票 你要有个信念 飞鸿也是一样 就算你现在不回 你要直接继续上 我祝福你 我一张我都不要买 因为你要有个信念 就是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股票是在 正要起涨前 足底尾声 去布局的 转折启动 去布局的 不是涨上去 喷上去了 人人都注意到的时候 去追的 不是这样做的 这种做法 最后一定注定是失败 所以我可以跟你 所以我才跟你说 现在可以跟你 推荐这种股票的 我都觉得 很不负责 很不负责任 职业道德在哪里 对不对 任何人都看得到 这个是相对高的股票 风险很高 那你却一直在节目中 推荐这种股票 我就觉得 职业道德缺乏 来看这个 我们大户新闻 来一个 左登 4190左登 左登要注意这张标的 我们讲重点就好 左登 第二季 要开始 要与2000家的旅游业 我们待尽 旅游业 签约 那签约之后呢 每年他的一个 最新在嘉义的 这个左登仪师的城堡 路员人数 就算看多少 180万人次 对不对 那平均一个人 平均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平均来客单价 来到800块的话 整体贡献营收 9.6亿 他的股本才6亿多 光一个 左登尼斯的城堡 贡献9.6亿 今年 EPS预估啦 市场有人估到 赚7块 股价才80 80块的股票 赚7块 然后呢 今天是不是抗跌 今天抗跌 今天抗跌 你看一下股价在哪里 是不是根本没有涨 下降线跨过来之后 这边主体震荡 整理之后 有可能要上去嘛 所以这种位置 请问你是要你追涨吗 安全还是危险 你自己看 所以这种标的 请问你 你去追踪这种标的 等机会 是不是比较正确 所以我跟你讲 那一档标的 赶快先加LINE 还没加LINE的 赶快加 你有最近有持股诊断问题的 持股问题的 通通私讯丢给我 我帮你看一看 顺便给你潜力股操作 好不好 加入我们的LINE群 锁定今天等一下的 最新的一个文章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